蓝白抹黑产业链 翁达瑞 美国大学教授 今早 民进党召开记者会 用Lin Bay好游自导自演的恐吓案当例子 揭穿蓝白阵营的抹黑产业链 副图一 在脸书与公开演讲 我多次揭发台湾的抹黑供应链 也提出详细的破解之道 复图二、三、四 民进党中央终于看到了问题 Lin Bay好游不过是一个文笔普通 言辞大胆的粉砖 不应有这么大影响力 主持人林玉宏可四处兴风作浪 原因在她背后的蓝白抹黑产业链 在这条抹黑产业链 林玉宏先在她的Lin Bay好游粉专贴文 提供抹黑的素材 所以林玉宏是这条产业链的上游原料供应商 接着 青蓝白的媒体利用林玉宏提供的抹黑素材 撰写表面中立 十字抹黑的假新闻 青蓝白的媒体是抹黑产业链的中游制造商 这条抹黑产业链的下游使用者 包括所有蓝白政客 如徐巧新 王洪威 柯文哲等 这群人言之糟糟 引用的是蓝白媒体制造的假新闻 这次林玉宏玩过头了 虚构治安事件抹黑民进党 引发检警介入调查 才破解蓝白的抹黑产业链 要不是治安单位的主动介入 林玉宏仍可以继续提供抹黑材料 蓝白媒体仍可继续制造假新闻 蓝白政客仍可继续抹黑民进党 民主政治奠基于充分的资讯与理性的选民 蓝白抹黑产业链提供错误的资讯 误导选民的判断 目的在破坏民主政治的基础 对蓝白的抹黑产业链 民进党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不能放纵这群人继续危害台湾民主